大家好 晚上21点36分啊 接着聊啊 厌过留生啊 1996年的12月26号 115师的师部 从盖州啊 原来叫盖县 迁入营口市新纸啊 新的地址 第212医院撤销 212啊 吉普车啊 北京212 212啊 军队的医院都是带号啊 什么514啊 305啊 301啊 309啊 什么304啊 啊 这部队都是带号啊 房地产移交某某某师啊 军队医院 我也有几个客户 那个 就是叫北京军区空军的医院 在这个车道沟 紫竹桥的西边路南 一个胡同里啊 那路东 那是我的客户 还有在香山啊 离这个总参三部啊 军事科院比较近的 娘娘府啊 那有一个部队医院 叫266还是多少 也是我的客户 还有那个 这个 火箭军总医院 原来叫二炮总医院 在新街口外大街 马路对面是总参管理局 那也是我的客户啊 好 这个212医院撤销了啊 房地产移交给某一个师 原医疗区卖掉了 用这笔钱 在营口市南端 叫大水塘 啊 这个叫大水塘 这种地名也太多了 是吧 很多地方过去水都很多 就是1949以后这些年 尤其是1979以后 中国的水资源 严重的就开始变少 开始变得匮乏 开始消失啊 过去很多城市 山东济南 宁夏 银川 湖北的武汉 都有大量的水塘 水池 水泡子 包括天津 包括东北 现在都没了 都在减少当中 环境严重的恶化 中国好像有五万多条河流 已经有两万多条的消失了 还有好几万个村庄也消失了 在这个营口啊 大水塘 购置了土地 盖了一座新营房 在原212医院的家属区 盖了几栋干部住宅楼 师部进住营口市 解决了干部家属就业 子女上学的大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了营口市领导的大力支持 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 我们一直心怀感激啊 1997年的元旦 他们是96年的12月26号 搬到营口的 然后没过几天就 元旦了啊 应该才过了五天 营口突降大雪 哎 说这个我有印象 2002年 我在盘锦大蛙县的田庄台镇 然后呢 从那又去黑龙江坐火车 去做大米生意嘛 就下大雪 鹅毛大雪啊 我还在营口的大石桥火车站 站前还拍了照片了 我这人都看不清楚了 雪下的特别大 哎 我这个相册都带过来了啊 从北京带来了十几本相册 回头给大家瞅瞅啊 这个城市的大小街道 全被积雪覆盖了 交通受到了很大影响 诗里边决定由筑大石桥 和盖州的两个团 出动人员车辆 帮助营口清雪 为营口人民做点贡献啊 这个盖州 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大连的啊 金海覆盖啊 还是属于营口的 两个团闻风而动 行动迅速 以渤海大街为分界线啊 渤海大街可能是一条主干道啊 南北各一个团 再往下区分到各营各连 分片包杆各负其责 覆盖营口城区 所有主要道路 干部战士工作热情很高 干劲十足 不到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滑雪 啊 清雪的任务 营口市民们深受感动 为战士们送热水 送糖果 场面感人 各营帘 在道路两侧的绿花带上 堆制了一个接一个的雪雕 造型各异 千姿百态 争其斗艳 还有向营口人民致意的 热情洋溢的标语口号 整座城市焕然一新 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营口人民 眼前一亮 为之一震 一一五十的 清雪行动 展示了人民子弟兵 什么良好形象 这是一个阅兵 这应该是他们的军长 在阅兵 后来举行的一个阅兵仪式 阅兵式 这是那种212吉普吧 军用吉普 国防律 在年初 就97年年初啊 研究年度工作安排的常委会上 他那会应该还是师参门长 还不是师长 我提出为了纪念建军70周年 1927到1997嘛 同时展示 115师的精神风貌 在营口市举行一次阅兵式 多数同志表示赞成 认为我师刚刚入驻营口市 利用纪念建军70周年的契机 在八一举行一次阅兵式 亮亮相 很有必要 也是可行的 也有不同意见 认为搞阅兵 需要集中时间训练 年度训练计划需要调整 其他工作可能受到影响 动用人员车辆多 不安全 怕出事故 还说 人家某大军区副司令员 当师长的时候 才搞过一次阅兵 后半句话的意思就是 你刚当师长 就想搞阅兵 他就是师长 我刚才说错了 我以为是参谋长 我的态度是 军事训练计划和年度工作安排 不用做大的调整 利用队列训练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准备 周密计划严密组织 可以保证安全 我也说了一句话 他当师长可以搞阅兵 我当师长当然也可以搞阅兵 他当师长了 他这师 他是一把手 他说了算 他也想到最后决定 一是向上级请示报告 二是向营口市通报 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 分工 我负责向集团军请示报告 吕连生 有个叫吕连生的 副政委负责 以与营口市沟通 有一位同志 就是他们班子里的 就是所谓的师常委的 有一位同志 个别告诉吕复政委 不管营口什么态度 回来就说营口不支持 就给他捣乱 你看那个共产党的干部的班子 这一个班子七八个人 他总是不团结 总是分帮分派 吕复政委与地方通报后 地方领导很高兴 非常支持 认为这个阅兵 对于营口的社会稳定 有积极意义 可能就有一些社会治安吧 打砸抢啊 是吧 有一个歇后语 就关于这个辽宁啊 辽东半岛这一带的 叫什么 叫金县偷 盖县抢 霸鱼圈 没有共产党 金县就大连的金州区啊 盖县 现在叫盖州盖州市吧啊 霸鱼圈 是营口的一个区啊 盖州现在属大连属营口 现在我不确定啊 哪位告诉我一下啊 谢谢 是吧 金县偷 盖县抢 霸鱼圈 没有共产党啊 吕复政委回来后 如实汇报了 汇报 傅政委 他是师长 我是头 我是一把手 我的地盘 我做主 我电话 向王建民军长啊 这军长的王建民 报告了我们的想法和大家的意见 军长当即表态 同意你们举行八一阅兵 可以动用 驻营口地区的两个步兵团参加 驻大连地区的四个团啊 他们这个师 啊 有六个团看来啊 有六个团 两个在营口 两四个在大连 师部在营口啊 说驻大连地区的四个团 部队不动啊 调动部分 有代表性的重型装备进行展示 届时我到场检阅啊 军长 得露个脸啊 军长一锤定音 八一阅兵 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这有照片啊 这是在营口市体育场 有人说啊 有人说 有一个在辽宁省当过兵的人说 说这个黄玉生师长的父亲 曾任天津警备区司令 然后有人说 如此有本事的将门之后 都被略逼淘汰 可见军队多黑 但是他说 担任过天津警备区司令的 好像黄克成啊 担任过天津警备区司令啊 我现在看一眼啊 我看看是黄克成吗 历任领导 没有一个姓黄的呀 有政委 政委是黄克成 那难道这个黄玉生 黄玉生 一般这个以地名命名的好多孩子 都是军队高干的 军队高级将领的子女 是吧 什么那个左权的女儿 什么叫左太北 是吧 刘伯承的儿子 什么刘太行 是吧 他们很多这种名 那黄克成 那套姓黄 49年2月到6月 天津警备区政委 然后又出了一个黄敬 黄敬不可能吧 黄敬不是于政生 什么什么于强生的爹吗 然后后来就没有 姓黄的了 只能说有可能啊 是黄克成的儿子啊 说是将门之后 他们也没说出具体是谁来 要不你说姓黄呢 好像一点印象没有 当然咱们那个没经历过很早的呢 可能那就没没的什么 一点印象没有 这是天津人 他不知道啊 当然他岁数可能是60后之类的啊 他不知道 有可能是黄克成的儿子 只能说有可能 那我们再查查 看看啊 再再查一下黄克成 应该有他的家庭的子女情况 黄 好像不是 你看啊 黄克成 1902 至1986 活了84 承认总参谋长 是大将啊 十大将之一 戴眼镜 看看他的子女情况啊 他的夫人叫唐蒂华 蒂 有个印度人不叫柯蒂华吗 山东有个县叫吴蒂吧 一个木字边 一个直立的立 应该念立可能 唐蒂华 1941年结的婚 那会儿黄克成都39了 他长子叫黄西 还是黄旭啊 上边是左边一个日 右边一个句号的句 下边四个点 次子叫黄晴 长女叫黄南 次女叫黄梅 四个孩子 两儿两女 没有说一个叫黄玉生的 但是有的孩子 是不是俩名啊 是吧 也可能是俩名吧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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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平静的 所以叫黄晴 你说黄晴 你还要先掉 比较快了 你也要问我 一句话 好吧 朋友们 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料啊 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